古代人没有今天这么多娱乐活动,尤其是日落以后,因为古代没有电,所以大部分在日落以后就回家做饭休息了,所以夫妻生活也是很主要的一个部分,在古代如果没有节制的索要夫妻生活,丈夫是有权利拒绝并且把妻子休了的。 所以在古代的妻子,对自己的丈夫都必须很有一套,这也就是今天要对大家介绍的房中术。 道教密传房中术,传说竟比佛教双修还厉害,只需要练一个动作,能让人爽到九十岁,义房中术,也叫房术,阴阳调和术等,相传是由西王母所创,后在皇帝时期传入人间房中术, 即中国古代的性科学,从现代性科学的观点来看,房中术主要包含有关性的常识、技巧、功能障碍治疗与受孕等方面。 同时,它又不局限于性,而是把刑房与气功、养生结合在一起,和追求长生不老或延年益寿结合在一起。 历史上第一个会房中术的女人,就是汉代的赵飞燕。 据说此人长得国色天香、身材和容貌在当时的后宫中绝对可以称得上佼佼者,她是汉成帝的妃子,把汉成帝迷得神魂颠倒。 赵飞燕本来出生特别的低贱,只不过是一个公主家里的歌舞妓女,但是在一次宴会中,被汉成帝看中,就把她内为了自己的妃子。 据说赵飞燕曾经受过一位仙人的指点,会采集男人、精气,在和男人交合之后,她会变得越来越有精神、体力也越来越好,而男人也当时也会感到飘飘欲仙。 可是到了后面,赵飞燕却丝毫不受影响,可是和她交合过的男人却越来越虚弱,在一个就是隋阳帝杨广的皇后萧皇后,这个女人其实也不简单,她曾经做过六位皇帝的皇后,而且这个女人把六个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,败倒在她的十六群下,语文化吉和隋阳帝都被她迷得神。 魂颠倒,后来她又嫁给了两个突厥可汉当王妃,最不可思议的是,就连唐太宗李世民在灭了隋朝之后,也把她奈到自己的后宫之中,封为昭荣,可见这个女人是真有一套本事,不管是昏君还是圣主,都可以被她迷得不知所措,估计西门庆见了腿都软吧? 最后一个就是明孝宗朱又堂和她的皇后。 据说明孝宗一生只有一个皇后,那就是张皇后,这个张皇后,她的父亲官并不大,而她的母亲也并不出名,但是张皇后为何能成为明孝宗朱又堂一生中唯一的皇后呢? 据说当初朱又堂还是太子的时候,在选择太子妃的时候,一眼就相中了张皇后,为何呢?因为张皇后的一双大眼,闪闪发光。 按当时朱又堂的说法是,这双眼睛让她彻底没了心智,后来张皇后和明孝宗朱又堂结为夫妻之后,张皇后活泼开朗的性格也让童年悲惨的朱又堂, 不再那么忧郁,渐渐地开朗起来,这就是为何朱又堂,为何宠幸张皇后了,这个房中朱也是挺厉害的,当代权威性最高的新版,慈海是这样写道。 房中朱,古代方氏所说房中节育,养生宝器之术,在中国对房中朱研究最多的首属道家,道教从一开始就与房中朱结下了不解之缘, 如前所述,道教的创始人张陵早期受方式影响,采取玄宿。 知道为人治病,玄女、宿女都是传说中的房中家,玄、宿之道即为房中朱的代称,实际上,房中朱最初乃神仙家创造的一种方朱, 他以讲求房中节育,还经补脑,及男女,卫生纸药等为主旨,本是战国神仙术三流派之一张陵创立的五斗米教程习了此数。 那么,道家房中养生术有哪些禁区呢? 长春健康就带各位网友一窥究竟,移醉酒,醉酒的情况下,刑房不但严重摧残自己的身体, 而且,影响忧生忧郁,在大汗淋漓不止身体劳累,疲乏的情况下, 意应禁止,刑房,否则疲劳加防劳,将使身体加倍劳损, 而且劳卷之子必废伤,对繁衍后代很不利。 二,在忧愁恼怒的情况下,必须禁止,刑房。 因忧愁恼怒使人精神内伤,而性生活是一种感情生活, 在情绪不佳时,刑房,根本不可能得到快感,只会加重防劳损伤。 三,在患病或大病出狱之时,一定要禁止刑房, 否则后果难测,据三国志,华陀。 传记载,都由顿子献生病,华陀劝他禁绝房事, 其妻子前来探望,因与交合结果,仅仅三天就允了命。 孙四秒一曾目睹,几个大病出狱的人因不经房事, 而丧命似在女子月经来朝,其间,应当严禁刑房, 否则就会严重损伤妇女健康, 也是直接酿成各种妇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, 中国古代道家著名的防中术。 格外讲究性爱的频率控制, 强调纵欲催人老,防劳促短命的观念, 并警告沉免于性爱者会出现腰细酸软, 头鱼耳鸣,健忘乏力等问题。 其实,这些观点与现代医学不谋而合, 性爱过贫会导致身体免疫功能下降, 内分泌,失调,代谢率降低等等。 古代的皇帝为什么都短寿? 其实,也与他们睡的女人多有关系, 毕竟经常干那件事,是一件很耗费精力的事情。 二,防中术带给现在的智慧。 第一个,要想抓住她的心, 必须抓住她的胃,在古代的大户人家的小姐, 是可以不会做饭的,是有专门的厨师做饭的, 但是就像今天一样, 这不必是一项必须要会的技能。 但是绝对是用来和丈夫增加感情的一个节目, 就是放在今天,会做饭的女孩子也会受欢迎一点的, 这个也是古代贤惠的一个标志, 尤其是古代的妻子绝对会煲汤的, 尤其是古代的大户人家, 丈夫有可能会工作到很晚, 这时候要是能来一碗汤羹, 丈夫绝对是会很开心的。 而且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, 饮食文化从来都是很重要的, 因为这个也寄托了很多感情, 所以古代的妻子第一秘诀就是会做一碗好吃的汤羹, 第二, 而旁风在古代还有一个误区要和大家说明白, 古代虽然可以有几个女子做自己的家事, 但是妻子只能有一个包括皇帝也是一样的皇后, 也只有一个。 这里的耳旁风指的可不是乱说的哪种, 而是给丈夫分担困扰的,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有个马皇后, 这个马皇后就是主内的一把好手, 可以说朱元璋基本就没有凡神过后宫的事, 而且每当朱元璋遇到了不能解决的事, 每每这个时候, 朱元璋就会请教皇后, 其实马皇后虽然不会涉及政务的, 但是她也是时刻关注的, 尤其是朱元璋遇到了不能解决的事, 马皇后其实早就想好了对策在夜晚的时候, 当朱元璋问到马皇后的时候, 马皇后总会给去很好的主意, 这也是朱元璋虽然登上了地位, 但是对待皇后还是一如既往, 因为她知道马皇后的好, 她也离不开她的皇后, 第三, 无声的陪伴, 像如以墨这句话从来不是今天才有的, 古代有很多的美好的爱情故事, 为什么古代的爱情故事那么感人, 因为这是人的本性, 我们都为珍贵的感情而感动, 比如牛郎织女, 织女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, 为何会偏偏看中牛郎, 只是因为一个她喜欢她, 有时候就是很简单的事情, 所以一切的事物都变得简单了, 哪怕在艰苦织女也是心甘情愿地陪伴着她, 尤其是牛郎, 在很困苦的时候, 织女也一无既往地陪伴着她, 没有一点的怨言, 多给她一点时间, 或许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决了, 不知道你在这些防中术中有没有收获, 现在来看也没有什么依据, 但是古人的经验和智慧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道理, 我们现在由于缺乏实验, 所以对于防中术的有效性既不能肯定, 也不能全盘地否定, 不过了解一些相关知识, 也是能有所思考和获益的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 感谢观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